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周末假日是否被雨声吵醒了呢 进入到了5月的梅雨季 第一波的梅雨封面 其实已经在昨天晚间爆到了 各地都是陆续转为 有雨的天气形态 从雷达回波图上面来看到的是 台湾上空的对流云系发展 是非常的旺盛 封面南下加上了暖湿的 西南风持续的移入 那么降雨热气首当其冲的 就会是在这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在东北部的地区 不仅有雨 甚至累积雨量是到了 大雨还有豪雨的等级 气象局在中午呢 其实也针对了台南高雄 还有屏东发布了 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直到了下午两点左右才解除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 封面是南北的徘徊 降雨范围是扩及到全台湾 各地都要严防这个雷急 强风还有瞬间大雨这样的剧烈天气 以及累积性的致灾豪雨 那么各地的温度也是明显的下降转良 看是今天北部的高温是降到22到23度 中部花东地区高温也是降到了24到26度 南部高温大约是在26到28度左右 而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呢 低温是有机会下降到20度以下 南部还有花东地区低温是22到24度 整体感受上面是偏凉的 衣物上面记得要调整 如果您要外出的话 薄外套是不可少的 好 从累积雨量要来看到的是 全台受到了滞留封面的一个影响 容易是有短时的强降雨 从日累积雨量图来看的是 今天凌晨到下午的3点左右可以看到 红色区块集中在这个南部地区 那么雨量排行的第一名是在台南的家里 累积了122.5毫米 那么安南地区也同样是有120.5毫米的 有地方甚至还传出了零星的灾情 因此要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这几天要多加来防范 另外在云林的麦寮还有在台中和平 甚至在外岛的澎湖地区雨量也都破百了 好 至于这个降雨的预报部分来看到 今天雨区是涵盖了全台 不过以这个风向来说 西半部的雨势是会大于东半部地区 在新竹以南还有高雄以北 甚至外岛的澎湖 雨势是偏大的 而至于明天同样是要盛防局部性的大雨 甚至是剧烈天气带来的治灾性的降雨 好 问来一周整个降雨的情况 还有温度的变化是如何呢 来看到今天开始受到了滞流方面的影响 周末全台天气都是相当的不稳定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云林台南 可以说是雨淡狂炸 而在北部地区同样是阴雨绵绵的 甚至明显的降温转良 所以如果说您在明天周日 是有安排户外活动的话 最好是取消比较好 因为这个下大雨容易扫兴 那么除了明天下周一 北台湾高温会降到20度左右 明天晚上到这个下周一的清晨 北台湾最低温是会下炭到16度的 所以衣物的增减上面 是要记得调整的 而下周一有干空气带进来之后 上半天各地还是有雨的 尤其是在中南部雨势还是比较大 但是到了下半天开始 降雨就会由北往南的逐渐缓和了 不过真的要等到雨停 或者要有阳光露点的话 是要等到下周二了 各地的天气有明显的好转 唯独在这个东半部 还有西半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么稳定的天气会持续两天 一直到下周五水气增多 各地的天气会再转为不稳定 但是这个不确定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还是要持续来观察这个预报的变化 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我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 除了下雨之外也降温转量了 高温是到了20到21度 低温19 20度之间 那么降雨几率都高达80 90% 至于来看到中部地区呢 同样也是阴雨绵绵的哦 高温也是23到26度 那么低温是21 22度 至于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哦 这可能有短时间的一个强降雨 甚至是雷雨发生 那么高温是26到28度 低温是23到25度 东部地区呢 因为在淫风面的关系 同样也是这个阴雨绵绵降雨的天气形态 高温是21到25度 低温是21到24度 外岛地区同样也是一个 有雨的天气形态 高温18到24度 低温15到22度 好小弟弟两件事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两天呢都是一个降雨的天气形态 尤其是在低洼地区 还有山区要慎防大雨 还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那么这两天同样降雨降温转量了 因此外出除了携带雨具之外 薄外套也是不可少的 行车上面要注意要小心 以上这里的众计气象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在这里的造型中视频 还有请您持续锁定中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